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現在呢 這個國中歷史的部分呢 進入到了第二側 這個七年級的歷史進入到第二側呢 這個下學期的部分 那下學期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要來跟同學來講到什麼呢 主要是要來跟同學來講到這個日治時期呢 在我們台灣的一個殖民的統治 在1895年呢 馬關條約簽訂之後 這個清朝在甲午戰爭宣告戰敗 簽訂了馬關條約 然後馬關條約呢 當中規定呢 要割讓哪裡呢 要割讓遼東半島跟台灣還有什麼呢 還有澎湖 那可是呢 基本上遼東半島的問題呢 比較複雜 因為那個日本人要求這個清朝把遼東半島給他 可是遼東半島離北京很近 所以其實這樣的舉動呢 就引起了俄國 德國 法國的一個反彈 甚至俄國 德國 法國呢 還去跟日本怎樣呢 還去跟日本對立 跟日本說 如果你敢拿下遼東半島的話呢 我二德法三國聯手對你用兵 我看你奈我何呢 那日本沒有辦法 日本呢 其實呢 打完甲午戰爭 雖然日本打甲午戰爭 打得非常的順手 可是其實日本也花了非常多的錢 那日本當然也不敢跟俄國 德國 法國 三個國家 其實光一個他就受不了了 更不要講一次跟三個國家開戰 所以這個時候呢 二德法就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滿清你在多賠日本多少 你在多賠日本三千萬兩的白銀 我就怎樣呢 在多賠日本三千萬兩的白銀 那遼東半島呢 你就回來 那我二德法三個國家做見證 當然 這個遼東半島呢 這樣回去之後 當然我們台灣呢 也會想說 台灣跟澎湖也會想說 欸 那我們看一下呢 我們要不要也讓列強來干涉一下 讓我們台灣還是繼續的 讓大清所持有 所以呢 當然台灣在這段時間 就產生了一個國家 這國家呢 是個莫名其妙的國家 這國家呢 叫做台灣民主國 就有一些台灣人 在在地的士生 他們擁戴了誰呢 他們擁戴了這個唐景松 就是當時台灣的最後人巡撫 擁戴了唐景松呢 成立一個台灣民主國 以台灣獨立為民意 企圖想要來爭取外國的支持 所以這個台灣民主國 根本就是假的獨立 但我們在這裡 我們把它視為是一個抗日運動 可是台灣民主國五個月就失敗了 那五個月失敗之後呢 我們台灣呢 當然這個時候的一些民眾 不論是漢人或原住民 都有對於日本的統治呢 展現反抗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接下來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要來跟同學來提到什麼 我們就要來跟同學來提到 日本在統治台灣的這段期間呢 台灣到底有發生過哪一些抗日的運動 好 所以日本日治時期的一個什麼呢 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 第一個我們就先來跟同學來講到的是 所謂的抗日 好 那各位同學 那如果以這抗日運動來說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要先來講的是 上流社會 上層社會的抗日 那這個上層社會的抗日呢 的這個運動呢 就是在日本來接收之前 台灣人抵抗日本接收的事件 我們台灣成立了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叫什麼呢 這個組織呢 叫做台灣民主國 台灣民主國呢 他的一個時間呢 就是在1895年 這個東西你們以後到高中學到的時候呢 因為這件事情呢 發生在乙衛年 所以台灣民主國基本上這個 跟台灣民主國跟日本人所交戰的這件事情 好 他我們又把它稱為叫做乙衛戰役 好 就是假乙嘛 然後成四五衛嘛 乙衛戰役齁 那同學 提到乙衛戰役就要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台灣民主國的部分 好 那當我們來講到這個台灣民主國跟這個叫什麼呢 當我們來講到台灣民主國跟這個叫做乙衛戰役的時候呢 我們就接下來的話就來看到 台灣民主國的一個真實的一個精神 我們在這個地方來教各位同學 其實台灣民主國的一個過程 我們大概剛剛呢 在口述的時候 已經跟同學講過 那我們呢 今天呢 你們來上這個課程 最主要的目的是 要用最快的方法來了解 台灣民主國的真實的意義在哪裡 其實台灣民主國的真實意義就兩點 第一點 台灣民主國本身是上流社會的人 所以同學呢 我就用四個字來了解他 這四個字叫什麼呢 這四個字很簡單 台灣民主國的第一個目的 他就是要反日 好 大家同學呢 第一個 他的第一個目的是為了反清 第二個目的 他是為了要來反日 反日我想你們可以理解 但是反清你們一定不能理解 他明明就是想要回歸清朝 他成立的這個 他弄的這個 他弄的這個藍帝皇武席 跟他的年號 這就是為了要來回歸清朝 怎麼可能反清呢 注意好各位同學 這個反是哪個反呢 這個反是這個反 他想要來回歸什麼東西呢 他想要來回歸清朝 這個東西呢 我們把它稱為叫什麼 這個東西呢 我們把它稱為呢 叫做所謂的一個反清 好 反清跟什麼東西呢 反清跟反日 好 那反清的反其實是 反回的反 OK 其實是反回的反 那這個反回的反的意思很簡單 他想要回歸清朝嘛 那當我們來跟同學提到說 他想要來這個回歸這個清朝的時候呢 從兩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國旗 好 當然考試的時候 絕對不會問你說這國旗是什麼顏色的 好 你們現在應該沒有人在考填充題了 如果考填充題的話 這已經跟會考的趨勢呢 已經有些差別 當然你們小考的話那就另當別論 小考是老師為了測驗你 到底熟不熟悉 好 各位同學呢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國旗叫做藍帝皇虎旗 那多半我們在記憶它的時候呢 我們都只會記憶一個東西 就是虎 同學 中國的國旗是什麼顏色的 其實中國的國旗很簡單 你有沒有看過滿清皇帝的龍袍 滿清皇帝的龍袍 基本上就是一整件的黃色的 然後上面有繡一隻龍 對 同學 清朝的國旗就是什麼呢 皇帝龍袍的狀況而已 這個黃色的底 然後一條龍在上面 那同學 那中國當時的官員 朝廷命官穿的大概都是藍色的 然後這裡有所謂的一個前補後補 那以這個官員來說的話呢 官員當然最了不起的官員呢 一定前面繡的是什麼東西呢 文官繡的是賀 武官繡的是老虎 那當時候的這個台灣巡撫呢 他本身呢 他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這個當然台灣本身當時候的巡撫 巡撫他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文官武官他都有啦 都有擔任 那當時候就用這個唐錦松的官服 那這官服的話上面是一隻老虎 所以同學呢 這就是什麼東西 藍帝黃虎騎 所以多半呢 龍兄虎帝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當你們提到龍兄虎帝的這句話的時候 你要記得一個東西 虎的概念是蓄於龍的 所以其實唐錦松他知道 他要成立一個這樣的國家 其實唐錦松成立台灣民主國是萬不得已的 因為滿清已經把台灣給割讓出去了 所以今天其實唐錦松也很害怕 如果再把台灣強行跟滿清綁在一起 這樣會讓滿清非常的困擾 也許日本會說滿清你沒有意思跟我和談 然後我就這樣攻打你 我就繼續攻打到北京去 所以唐錦松 但是唐錦松一方面又希望能夠把台灣給留下來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這樣的設計 可是其實唐錦松是表面上的那個人物 其實背地裡會希望台灣能夠繼續留在中國境內的 並不是唐錦松 而是誰呢 唐錦松的幕後 這個台灣人的士生 這個人叫誰呢 副總統邱逢甲 其實邱逢甲才是中間的隱武者 好那唐錦松當然是掛名 掛名的也算啦 就是他是以他的名義來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台灣民主國根本就不是要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他的目的其實只是想要回歸中國大陸 然後再回歸中國 再回歸清朝以前呢 以這個為名義跟日本來怎樣呢 來這個鬥爭 OK 好這是棋子的部分 那我們再看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東西呢 第二個的話呢 來跟同學來講到 除了國籍之外 另外第二個的話呢 來跟同學講到年號 好 好考試如果呢 就來跟大家來提到年號的話呢 年號叫做什麼東西呢 年號呢 叫做所謂的永清 所謂的永清就是指永遠都是什麼呢 永遠都是清朝的 看到沒有 唐錦松真的是怎樣呢 真的是想要來回歸這個清朝 這個非常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應該說是秋風甲啦 那唐錦松的話 他當然也是覺得這樣也是可以 不過唐錦松比較膽小 唐錦松在當了這個台灣民主國的總統 四天後唐錦松就落跑了 落跑回大陸去 反正他也不是台灣本地的人 他不需要跟你台灣共存亡 那反日的話呢 你可以發現到這個時候的反日階級呢 大概都是什麼東西呢 這時候的反日階級呢 大概都是一些所謂的上層社會的人 好 那同學 那這個上層社會的人是呢 像誰呢 像所謂的總統 鄭總統是什麼人呢 好 像這個鄭的總統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就是唐錦松 好 可是其實我有跟同學講說 他們背後的一個隱武者操控者 是什麼人呢 好 背後的隱武者跟這個操控者呢 就是副總統 好 副總統是誰呢 副總統呢 就是邱逢甲 好 那當然今天呢 這個邱逢甲的兒子很爭氣 後來呢 邱逢甲的兒子邱念台 跟隨了蔣中正之後呢 來到台灣呢 這個 這個來到台灣當然在統治台灣 但是管理台灣上面呢 這個本身蔣中正也非常的去 仰賴邱逢甲的兒子 邱逢甲的兒子 邱逢甲的一些想法 邱逢甲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邱逢甲呢 賺了一些什麼東西呢 邱逢甲就有一些錢 他有一些錢呢 可以來新辦這個學校 所以就有今天的逢甲大學 當然也有仰賴逢甲大學的學生 生存的逢甲也是 好 那同學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他曾經在這個 中法越南戰爭的時候呢 曾經怎樣 替這個 替清朝呢 打敗過法國人的 替越南打敗過法國人的 國際級的名將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 能夠打敗外國人 基本上來講 就已經可以稱為是 國際級的名將了 尤其是在這個工業革命的時候 這個人竟然還能夠打敗 當時的世界實力 數一數二的一個國家 好 相當了不起 好 那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是劉永福 好 民主大將軍劉永福 那劉永福跟唐錦松 跟邱逢甲 當時他們三個人的房區 唐錦松守的是台北 邱逢甲守的是中部 所以逢甲大學也在中部 那民主大將軍是誰呢 劉永福 他曾經參加過什麼戰爭呢 這個劉永福 這個劉永福就曾經參加過中法越南戰爭 好 那這劉永福的部分 唐錦松 邱逢甲跟什麼東西 唐錦松 邱逢甲跟劉永福 總共就是三點 這個是所謂的反清跟反日 但是其實台灣民主國沒有支撐很久 這個唐錦松撐了四天就落跑 這個邱逢甲撐了二十一天就落跑 這個劉永福呢 倒是盡責撐了五個月 但是五個月後呢 實在是日軍大量的包圍而來 他也感到害怕 所以他後來也跑掉了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好 那個同學 那當然這個日本人走了之後 當然這個台灣民主國結束之後呢 上層社會的抗日就此結束了 那上層社會的抗日就此結束之後 後來的話呢 來進行到的第二點